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面呢 也闪烁着 华天祥的手指没有停留 却疯狂的敲打着键盘 突然电脑一片漆黑 可是他的手没有停下来 依旧在敲打 不停的敲打着 这让芸汐不明白这个神秘的中国男子到底在干什么 一会儿奇迹出现了 但原本黑屏的电脑又打开了 而且画面十分的清晰又美丽 芸汐不明白华天祥在干什么 但她对电脑技术也不是很了解 现在也就停留在看网页和聊天之类的 这时 她看华天祥开始玩起游戏了 而且特别专注 芸汐问 这什么游戏啊 华天祥说 这是世界一家网络公司最新发行的英雄游戏 现在啊 还在公测期 那你在网络中取的名字好怪 怎么叫原始人呢 华天祥突然变得十分沉默 她停止了游戏 自言自语地说 原始人 原始人 呃 我的名字叫原始人吗 芸汐也惊讶了 她问 你刚才是怎么进入游戏的 最起码也得进入游戏需要的账号密码什么的 你怎么想起你的账号密码的呀 华天祥说 我更申请的呀 没有想什么呀 然后就起了一个原始人 芸汐听了这话以后愣了 她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她身边 哦 对了 你暂时先别想这些了 从现在开始啊 我教你学韩语吧 你愿意吗 华天祥看了她一眼 问道 学韩语 有什么用吗 你现在是在韩国呀 你要面对所有的韩国人 你要面对所有的韩国人 你周围人说的话都是韩国话 你不学韩语 那你怎么和其他的人交流啊 交流 那我身边不是有你吗 一听这个 芸汐的脸红了 她轻轻的说 我许你 你 你以后还要 还要上学读书呢 华天祥听了这话以后 难难的说 读书 读书干什么呀 芸汐一直没有发现 华天祥说话的时候 就像梦已一般 她继续说 我以后不可能 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你身边啊 所以 所以你现在 什么也记不起来 又回不到中国 还是学韩语吧 华天祥面对着电脑沉默了 她一句话也不说 芸汐看着她的长发 忍不住呢 伸手去抚摸 好奇地问 你头发怎么这么长啊 居然比我的头发还长 你 你这头发长多长时间了 华天祥回答的声音 有些空洞 呃 我也不知道 芸汐伸手轻轻地 拍打了她一下肩膀 说道 你呀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说完 就向门外走去 华天祥的眉头皱成了一个穿字 他依旧自言自语地说 我 我 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啊 这时 这时在中国 华天祥失踪的消息 任何人都不知道 无论是媒体还是市民 都认为新出现的华子书 就是华天祥 在决清风的别墅里 整座房子显得十分的寂静 冷烟 月影 成少三 华武山 华之静 华之敏 知汉 他们几个人 都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包括虎子 也安静地 趴在冷烟的旁边 闭着眼睛 似乎在做他的春秋梦 冷烟吞吞地开口说话了 他绝对不是天祥 绝对不是 他的话 让房间里的人 更加的疑惑了 严丫头啊 如果他不是天祥的话 那他是谁呢 他怎么会有华子书的面具呀 再说 我跟踪了他很久了 对于他的医术能力呀 那也是无可挑剔的 有些手法 比天祥更加的完美和杰出 如果他不是天祥的话 那你说他是谁呀 黄武山说完这话 又转头看着月影 丫头 你现在 有没有你姐姐的消息呀 月影站了起来 忧郁地说 哎呦 一点也没有 网络上也没有姐姐的消息 燕姐姐 我现在想下山 下山去找姐姐 你同意吗 冷天现在十分冷静 他容颜轻利而又脱俗 完全不像人世间的女子那么真实 这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他在焦虑和期盼中煎熬着 他又冷静了许多 谁也不知道他的坚强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山下的那个华子书绝对不是华天祥 虽然他的语言气质都那么酷似华天祥 但是 他不是 如果是他的话 为什么不回决清风呢 为什么呢 这里面一定有鬼 他一次次的打电话 说有事不能上风 但是这绝对不是天祥一贯的作风 冷天很头疼 他担心华天祥可能出什么意外了 不可以 不可以的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等他自动的回风 如果他不肿动回来 我们就不能下山 你们要知道华家还有仇人 我现在有一个不合理的推断 是不是天祥已经遭遇到什么不测了 冷烟把这一年来想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 这一年他苦苦的撑着 他曾经想亲自下山去找那个华子书 问问他为什么突然的改变了模样 为什么要用这种面目出现 可是 他想起了一个人的警告 就是那山峰上的神秘女人的警告 山峰之上绝对安全 出了绝清风的那片神秘的森林 这里的人就没有任何保障了 他想了想 天祥的能力那么强悍 都遭遇不测了 这里的人虽然都是世俗间的高手 但是谁是天祥的一招之敌呢 连他都遭遇了不测 别人更别说了 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些担忧和恐惧 华之汉这时候保持着沉默 这一年来他和知敬知敏两个人在绝清风上刻苦的训练 他们又进了一层 但是想再进一步 就难于登天了 程少三一句话也不说 他虽然名义上是华天祥的徒弟 但是其身份 他什么也不是 月影听了冷烟的话 不由的心里生起了一股七处 他忧伤的说 一年多了 姐姐会不会 其实他下面的话 谁都知道要说什么 华天祥和月清是一起失踪的 如果月清已经不在的话 那么华天祥会不会也可能不在了呢 人们都不敢这样去想 冷烟走到月影的面前 说道 你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不明白山下的情况 所以必须等 既然已经等了一年了 我们再等等 志敏这时说 燕姐姐 我们要是再等不到小叔叔回话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是啊 怎么办呢 难道一直要等下去吗 唱听王 聆听世间观象 感受人间冷暖 一个唱听 别样精彩 3W点听85点康 这时在美国 秦怀生蹲在两个婴儿车子旁边 对另外一个女人喊 哎 姐姐啊 你说你真厉害啊 一生就生两个 秦怀生淡淡的笑了一下说 哦 对了 还有几个月 他们俩就要满月了 还没给他们起什么名字呢 秦怀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身手摇着婴儿车 一边摇一边说道 姐夫没有生气吗 秦怀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对了 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找到他吗 秦怀生一时间没缓过神来 啊 他 他是谁啊 秦怀生手里握了一个小包 这包里都是针 有银色的也有金色的 他 他就是这孩子的父亲呢 哦 你问的是华天祥是吗 秦怀生的脸顿时变得异常严肃 他走到秦怀生的身边 说道 我想 他肯定失踪了 此话一说 秦怀生惊叫了一声 你怎么这么说呀 难道那个华子书不是华天祥吗 我还和他联系过呢 只是没有告诉他孩子的事情 秦怀生摇摇头说 姐姐 我们宿舍那几个兄弟都暗中跟踪过这个叫华子书的人 那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他居然不认识我们 而且啊 还派人暗杀我们 要不是我们几个人有点提防的话 早就被他灭了 哪还能站在你面前啊 现在的云海市啊 真的够可怕的 好像有一股恐怖的势力存在 我现在啊 都不敢回去了 秦怀生听了弟弟的话 又陷入了沉默 现在他努力的让自己 尽量的不去想华天祥 他用慈爱的目光 看着这车里的婴儿 如果把这两个孩子交给他的话 自己会舍得吗 给了他 以后自己再也见不到这孩子了 秦怀生看着姐姐的表情有些落寞 关起的问 姐 你在想什么呢 秦怀生苦笑的说 没什么 对了 你不是说今天下午要去爸爸的公司 去报到吗 爸爸的身体不好 公司就依靠你了 好了 现在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去吧啊 秦怀生撅着嘴说 哎呀 真烦 天天的开会 开得我头都大了 这样吧 姐姐 干脆你放我两天假好不好啊 公司你来主持 我呢 想回中国了 秦怀生瞪了一眼自己的弟弟 不行 秦家的事业 必须由秦家人来打理 你别忘了 家里这么大的事业 全都是我们的牺牲换来的 不能让他落在别人的手里 再说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后娘的心迹 我倒无所谓 这关系到你今后 你知道吗 你难道没想过吗 秦怀生其实知道姐姐的这番苦意 他无可奈何的说 哎 那好吧 那我去吧 姐姐 你多保重啊 这时 一个男人走进来 恭敬的对秦怀生说 夫人 于是秦怀生赶紧走了 秦怀生转过头来 对这个人说 什么事啊保镖 哦 您的电话 秦怀生接过电话 你好 我是秦怀生 你是 啊 韩小姐啊 怎么了 没上课呀 哦 那行 什么时候啊 要不要我派人来接你啊 好 那好吧 等会儿见啊 对了 我好多天都没见李小姐呢 她人呢 还在美国吗 你们一起来好吗 哦 孩子呀 孩子很乖 早点过来啊 好 等会儿见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秦怀生把电话交给了那个人 问道 大少爷今天晚上会回来吗 哦 回夫人 大少爷今天晚上好像有应酬 不能回来了 他刚才打过电话来问过您 让我转告您 他可能晚点回来 哦 那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晚餐准备三个人的 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 是 夫人 秦怀生说完 转身就走到婴儿车旁 他伸手 抚摸着车里的婴儿 那粉兔兔的小脸 只要看到孩子 他心里充满了幸福 这是在韩国的首尔 一家高级酒店的大厅里 哎 金圣寸 你别欺人太圣啊 我在这里向老天发誓 无论花多大的代价 我一定要杀死你的女儿 我也要让你尝尝 这失去女儿的痛苦 金圣寸的脸黑黑的 他严肃的伸手指着 坐在他对面的 那个三角眼的中年人说 赵正基 我也郑重的告诉你 你要是敢伤我女儿 半根头发 我就跟你彻底的玩命 我干掉你的家族 你信吗 你别以为我今天 是来跟你谈判 是害怕了 我告诉你 我家老爷子说过了 什么事都可以谈 你女儿的死亡 是一个意外 绝对不是我女儿的错 你明白吗 朴正基站了起来 他手指戴着一个 金黄色的戒指 他的表情疯狂 而又凶狠 在几个大汉的错拥下 他大声的说道 哼 你说得倒轻巧 与你女儿无关 难道我女儿就应该死吗 我说过 我要为我女儿报仇的 一定要报仇 你别以为 你家财大气粗 就可以无法无天 我朴正基就要你女儿的命 今天什么也不谈了 走 突然 有几个标型大汉 手持着威形冲锋枪 把朴正基给围住了 朴正基身后的那些保镖 也都拿出了武器 这样双方都这么僵持着 可是谁也不敢开枪 这场面十分的记账 好了 听众朋友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神医的232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场面在僵持着,金圣俊站了起来,看了一眼也不慌张的朴正姬,他头也不回地说, 呵呵,你呀,朴正姬,你好大的胆子,你居然敢单身的前来赴约,我佩服你,不过,今天我给你脸你不要脸, 我爸爸他老人家已经老了,他好说话,但是我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我现在警告你,你最好解除杀我女儿的命令,否则我会灭掉你的家族,你相信吗? 朴正姬听了金圣俊的话,不由的狂笑起来,他指着金圣俊说, 你这只猪,你看看你四周是什么 金圣俊转头,见酒店外的窗口,出现了许多大汉们,手里全拿着重型武器,场面急剧而下 金圣俊不由的脸色大变,他现在不但担心自己的安危,反而担心起自己的家来 他这次的行动,完全是听信了手下的错误情报,他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他按脚一声不好,他想起自己别墅的保卫措施也十分薄弱 这下,他的脸一下子冒出很多冷汗来 哈哈哈哈 朴正姬大笑的走在他面前 我女儿现在躺在医院里行徒死人 我也让你女儿陪葬 我说过 我说过 坐坐坐 我们现在等消息 等一个好消息 哼,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么样 啊 你现在很想杀我,是吧 我不杀你 我要让你尝试着失去女儿的痛苦 咱们坐下来好好谈 咱们等 说完,他率先坐在椅子上 伸手打开了一瓶酒 倒满了两个杯 然后独自一仰波喝了一杯 呵呵,好久 好久 现在的金盛俊没有办法了 他也坐了下来 他后悔自己太大意了 他现在只能祈祷保佑自己的女儿和爸爸妈妈平平安安 咱们再说 这一夜之后 韩国的媒体现在就爆炸了 神秘诡异的千层湖的寒冰一夜之间就解冻了 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没有人知道 无论是地质科学家还是专家教授们 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各电台报刊 报纸都纷纷地猜测着 猜测的千层湖莫名其妙的冰封 用莫名其妙的解冻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成了韩国历史上的一个秘密 芸汐以前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天才存在 这些天 他全心全意地教华天祥学习韩语 这才让他明白 天才是什么 他真见到了天才 这金秀和素英张静美 他们更是吃惊 短短的一个星期 华天祥就可以用简单的韩语和他们交流了 他现在一头长发已经被剪掉了 剪了短发以后 他更加清爽了 他现在浑身上下穿着一套白色的休闲套装 他出众的气质 让周围的几个女孩更是心跳 遗憾的是 他还是没有恢复记忆 他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无论你怎么问 他还是不知道 于是芸汐呢 给他加大了学习量 他已经不和华天祥讲中国语了 华天祥现在可以说一口地道的韩语 不过对华天祥来说 他基本上韩语已经能听懂了 不懂的他就问 华天祥的聪明和气质 都让金西的爷爷奶奶对他刮目相看 更别说芸汐的那三姐妹了 他们日日夜夜的不停的往他家里跑 他们对这个神秘的中国男孩非常的好奇 张静静静静静静静 华天祥问他 你记得你多大了吗 华天祥摇着头望着他 你多大了 张静美眨着眼就说 我 我现在十八了 你呢 华天祥自言自语地说 你十八了 那我肯定比你大嘛 素英和金秀两个人端着水果盘来到了华天祥的房间 他看见静美和华天祥有说有笑的就掺和进来 哎 你们在说什么呢 华天祥没有回答 只是不客气的拿了一个苹果 看也不看就咬了一口 然后又转身拿起笔来 在纸上写着韩文 一边吃苹果 一边写写画画的 吃完苹果的他皱着眉头 因为这些韩国文字说起来有些简单 但写起来真的不容易 静美继续说道 那你比我大 我以后怎么称呼你啊 然后他又接过了金秀手中的水果盘 哎 我正问他年龄呢 他说他肯定比我大 你看他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啊 金秀你怎么认为啊 金秀听了张静美的话 想了想说道 哎呀 我看不出来 真的很奇怪 我第一眼见他的时候啊 他像个小孩 但是看久了呢 他又感觉他很沧桑 尤其是他的眼神 不像小孩那么纯净 好多时候 他还很茫然 这种茫然啊 透露着 一种成熟 尤其是他站在窗前发掰的时候 我觉得呢 他比你大 说完 他就坐在了华天祥对面 认真地看着华天祥 华天祥头也不抬 手中的笔在纸上使劲地画了着 站在他身后的素鹰 突然捂着嘴巴 对电脑上查找资料的芸汐招着手 芸汐站了起来 他来到书桌旁 看见华天祥纸上写着一连串的韩国文字 华天祥等于华子书 华天祥是谁 华子书是谁呀 芸汐以为华天祥想起什么了 她静静地看着华天祥的眼神 静美蹲在华天祥的身边 手里拿着一块切了的苹果说 哎 张嘴 我喂你吧 旁边的几个女孩都撅了嘴 有些生气了 芸汐这时候 专心致志地在电脑上查找资料 她现在得到许多中国网友发过来的 关于华天祥的资料 她看得非常仔细 她综合起来 现在她更加不能确认 这个失去记忆的人 与华天祥有了什么关系 虽然照片和她本人完全是一样 这世界上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也不是没有 现在只能说明眼前的这个人和华天祥长得像 她盯着电脑上关于华天祥的照片 大大小小的有数十张 各种各样的 她发现这些照片 那些表情 跟她现在都是一样的 这时华天祥放下了手中的笔 张开嘴巴 咬了一下静美送过来的苹果 她轻轻地嚼着 静美见她吃得很开心 又切了一块 就要喂她的时候 去见金秀瞪着她 她黑暗一笑 于是把苹果放进了自己嘴里 芸汐现在有些累了 她看了这么多资料 无论怎么研究 还是找到答案 现在中国云海市 还有着华天祥救人的报道 那说明华天祥还在中国 可眼前这个人 到底是谁呢 这时 她站起身来 拉开了窗帘 看着外面漆黑的天空 她说道 哎 天色晚了 你们都回家吧 张静美撅着嘴说 为什么呀 你们这又不是没有房间 我们打算今天晚上 就住在这里不行吗 芸汐的心里有了打算 她连推带嗓的说 今天晚上不可以 你们赶紧回去吧 明天再来好吗 华天祥看着芸汐 又看了看那三姐妹 做了一个白白的姿势 这个动作 让那几个朋友惊叫了 芸汐送走了三个好朋友 然后跑回房间 伸手就拉着华天祥 往后院跑去 华天祥不明白这小姐 拉着她上后院干什么 她也没问 她就跟着这女孩 两个人来到后花园的一个草坪上 他们抬头看着天上闪烁的繁星 她问她 你带我上这来干什么呀 芸汐往后退了几步说 哎 你飞给我看看好不好 把天祥赠了一下 什么 你飞 我让你飞 华天祥指着自己鼻子说 你让我飞 我能飞吗 芸汐点点头说 你能飞 你飞给我看看 华天祥不解的说 我没有翅膀怎么飞呀 芸汐听了她的话 有些哭笑不得 她走到她的身边说 你不用翅膀就可以飞的 我今天晚上一定让你飞 唱听王 所以我现在让你再飞一次 我 我怎么 我怎么不知道我会飞呀 哎呀 你快飞吧 你 你叫我怎么飞呀 我不会飞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就是从天空中下来的 你会飞 你不要骗我 华天祥看着芸汐 我会飞吗 是真的吗 真的 我的确 我的确看你会飞 华天祥突然拉住了芸汐的手 往另外一个方向跑 芸汐一愣 她边跑边问 哎 你 你带我唱哪儿去 华天祥也不说话 一眨眼的功夫 她拉着芸汐 就跑到了一栋高楼大厦的下面 这时 许多保镖也跟上来 一不留神 这大小姐就跟着这神秘的男孩跑了 这可不得了 一下子呀 保镖们都慌了 芸汐问他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华天祥没有松开她的手 回过头来冲她笑 然后又拉了她往里面床 两个保安指着华天祥和芸汐 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不许进来 赶紧离开 然后就拿了电棒 向他们俩走过来 另一个保安还想伸手 阻拦华天祥的去路 不过 华天祥单手一挥 几个保安 发现自己的身子就动不了了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华天祥 拉着芸汐 冲进了大楼 后面的保镖们 也不管这几个保安了 他们现在害怕 这大小姐 要是出什么意外 可交不了差了 芸汐被华天祥拉进了电梯 把伸手按了一下 二十三层 芸汐不理解 她发现自己的手 被华天祥紧紧的握着 非常舒服 她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挣扎 变客之后 电梯到了二十三层 门打开了 华天祥又拉着她冲了出去 左右看了一下 直接就来到了大厦的天台上 夜风吹来 让人感觉十分舒服 芸汐这时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她看华天祥十分轻松的站在天台上 张开了双臂 闭着眼睛 享受着夏日夜晚的凉风 芸汐不解的问 你拉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华天祥慢慢的睁开眼睛说 你不是要亲眼看我会飞吗 芸汐说 是啊 我亲眼看见你从千丛湖中 飞上天空的 华天祥点点头 然后走到高楼的天台的边缘 她张开双手 闭上眼睛 自言自语的说 我从这里跳下去 如果我会飞的话 不会出事的吧 芸汐一看这个 一下急了 她不敢保证 华天祥从这里跳下去 安然无恙 她说 你还是下来吧 别飞了 这里太高了 华天祥冷静的说 不用怕 我不会有事的 我要是会飞 肯定没事 别 我不让你飞了 你快下来吧 我胡说呢 我胡说呢 你别当真好吗 这时 许多保镖也都冲了上来 看到这一幕 不知道发生什么 那男孩站那么高 是想跳楼吗 华天祥 这时微微的闭上眼睛 他感受着 这深夜吹来的凉爽的风 他的衣衫也被吹得呼呼作响 他双手依旧张开着 静静的站在天台的栏杆上 站在下面的芸汐 还在大声的叫着 你快下来吧 好不好 这 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不好 我不让你飞了 好吗 保镖们看着华天祥 站那么高的天台上 如果身子一晃 就会掉下去 现在 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而华天祥呢 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些场景 这些场景熟悉又陌生 可他怎么也抓不住 他静静的站在天台上 这下面的芸汐啊 害怕死了 芸汐突然想 是不是自己 有错觉了 莫非 千层湖的那场面 是自己眼花了吗 他现在也拿不定主意了 他不敢让华天祥 在这大厦上 跳下去 如果这样下去了 估计是非了 但是结果 肯定糟糕 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想让这傻子下来 他慌张的拍打自己的脑袋 哎呀 自己怎么走火入魔了呢 怎么能相信 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会飞呢 于是他嚷 你快下来吧 快下来 华天祥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转头看了一眼芸汐 然后又看看天空 他仿佛在想什么 可是又想不起来 这时 他双手微微的一挥 突然 他的身子一偏 他就倒下去了 这时 芸汐和身后的保镖 一下惊呼起来 尤其是芸汐 他被吓得蒙上了眼睛 华天祥稳稳稳地站在天台上 他刚才不过是从天台的栏杆上跳下了而已 芸汐这才松了一口气 走到他的身边 重重地捶了他一圈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你吓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 华天祥黑黑一笑 他又看了一眼身后的那些保镖 对芸汐说 你让我从地上往天上飞 还不如叫我从这里往下飞呢 芸汐看着他 狠狠地瞪着他一眼 然后生气地说 好了好了 别闹了 走吧 华天祥就跟着他说 你 你不是让我飞吗 不飞了 芸汐看着华天祥 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心里却暗暗地思考 莫非上次 他从千层湖看到的 那腾飞的场面 是假的 于是他说道 好了好了 我不让你飞了 但是 你现在记忆恢复了吗 华天祥说 脑袋里时刻有一些残缺的影像 但是 抓不住 我怎么用力 怎么都想不起来 你说 说怎么办呢 芸汐说 我怎么知道啊 你问我 我怎么说呢 这时 华天祥静静静地站在天台上 他看着天空 滴滴地说 我到底是谁呀 我是谁呀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芸汐看着眼前这个中国人一脸的忧伤 心里想到 要是自己和他一样拾起记忆 漂流异乡 又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想到这里 他温柔地对华天祥说 走吧 我们回去吧 华天祥神情又恢复了自然 那双悠悠的眼睛里含着浓烈的迷茫 这让他若有所思 他一声不响地跟在这女孩身后 一起下了大厦 一起往芸汐的家走去 好了 听众朋友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神医的三百三十集